闹得满城风雨的废除紧急条例风波 再出现新转折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天宣布 政府遵循国家元首预令 将会在9月国会会议当中 提成动议 辩论并废除紧急条例 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斯里安努亚穆沙 昨晚也表明 政府已经找到了解决这场风暴的方法 同时强调政府始终与皇室维持良好关系 不存在宪政危机 废除紧急状态条例风波不断 让皇室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 来到今天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宣布 政府决定遵循国家元首的预令 在9月国会会议中提成动议 辩论及废除这一项条例 首相在文告中指出 内阁在7月23号 劝告国家元首废除紧急条例 但如今这项流程已经无法完成 根据联邦宪法 紧急状态已经在8月1号自动解除 由元首来废除条例 已经不存在 因此政府将按照元首的预令 以及联邦宪法第150之三条文 将在9月的国会会议提成一项动议 辩论并废除紧急条例 沐游丁指出 内阁将在明天的会议讨论这项动议 希望能够以和谐及遵守宪法的方式 解决这场风波 另一方面 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斯里 阿努亚穆莎 昨晚已经宣告 政府已经找到解决这场风波的方法 并促请各界 不要为了各自的议程编织谎言 阿努亚穆莎也强调 政府始终和皇室维持良好的关系 没有所谓的宪政危机 他也表示 显然的国家元首只是要在国会 有一个终止紧急条例的程序 如今紧急状态都已经解除了 国会也重开了 这也和元首及马来统治者的预令一致 内阁和元首始终维持相互讨论的方式 并遵循国家法律及联邦宪法治理国家 上个月26号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 突然在国会宣称 内阁早在21号议决 废除六项紧急条例 招来违宪的质疑 国家皇宫29号发文告批评内阁 没有获得陛下的预准 就私下废除紧急条例 有违联邦宪法 不过首相办公室后来坚称 废除紧急条例过程符合程序 在野党纷纷指责国盟政府背叛君主 国会还因此取消了星期一的 最后一天会议引发示威抗议 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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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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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